平常是我對自己期望最大的時候 因為自己年齡也好 然後技術也好 覺得都是最合適的時候 但是並沒有達到我的預期 所以那種壓力壓得自己 有一點喘不過氣 我跟小熊去傳這雙血 我按D 這是當年最流行的款式 我小的時候划這個鞋的時候 他們都羨慕這個輪子周成好 就沒有這雙漢冰鞋的話 可能就不會和體育有瓜葛 能被單板滑雪選上的話 我還是挺幸運的 2003年 在街頭划漢冰的蔡雪彤被教練相中 要她加入哈爾濱業餘體校滑雪隊 我進專業隊之前沒有接觸過滑雪 我說自己就屬於一張白紙 教練給予什麼 我就能學到什麼 2004年開始練的 2006年的那個冬天 3月份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全國賽 然後就拿了一個第三名 然後就進入國家隊 2006年 經過三年滑雪訓練的蔡雪彤 幸運地加入了單板滑雪國家隊 她專攻單板滑雪悠行場地向 並正式踏上了為國征戰的逐夢之旅 就只有去體育隊了 就目標更明確了 我就是要拿那個奧運會金牌 12年的時候 右臂的這功骨斷了 面對自己恐懼的東西的時候 大難度動作不敢做 就是你覺得自己做不到 做什麼都做不好 曾經讓她享受的旋轉和跳躍 現在卻成了她最為畏懼的動作 我就告訴自己 如果說我說不做了 我就真的不做了 就就退役了 到冬天賽季了特別忙 一週或者十天 可能就換一個地方要比賽了 旅途勞頓這種事 感覺自己越來越吃不消了 14年的索契 自己的狀態就一直害怕 然而索契賽場上的蔡雪彤 一掃陰脈 順利發揮 意外取得了第六名的成績 她開始慢慢找到了信心 通過比賽一場一場打下來 積累信心才突破 時間進入平昌冬奧會週期 逐漸進入巔峰期的賽選 也是中國單板滑雪的一面起之 她不僅兩次獲得十幾賽冠軍 成為衛冬冠軍的中國第一人 還站上了代表高水平職業競技的 冬季極限運動會的零獎台 從索契到平昌 一五、一六、一七年 整個賽季發揮的都特別好 基本上每一站都是獎台 我覺得就平昌冬奧會的那個獎台 離我很近 覺得自己一定可以拿那塊獎牌 沒有經驗的時候 你可能覺得得到失去很正常 到達一定水平的時候 失去了非常痛苦 你如果你要有好的那種體能 保持的話 可以在雪上花很長時間 你可能感覺不會累 不要佛的 這次我一定有成長的 怎麼說是� spear 她剛六戰 進 aspects的 這肚子的第三者 你知道讓她沒有味道 噢 和Xiu Tang很困難 對我來說它就是這場比賽 只有戰勝自己的心態放平 才能把自己發揮到最好 旅戰旅敗 旅敗旅戰 但蔡雪彤的心頭 始終沒有放棄堅定的信念 幾天後 2020年世界杯和美國公開賽拉開序谷 蔡雪彤第六次拿下世界杯總積分冠軍 並在單板滑雪頂級職業賽事 美國公開賽中奪得中國首位金牌 再次刷新中國單板滑雪獎牌記錄 Colorado 第一天 走啊 目標肯定一直在那兒 但是追求的還是超越自己 你只有戰勝自己 可能才會有為國爭光 不殺 在旁邊 不殺 都會被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